绍兴的余小姐收到了好友在QQ上发来的网购代付请求 在支付了一千多元以后 这个好友又要求再支付 发现不对劲的余小姐立即向好友电话求证 才发现好友的QQ被盗 她立即报了案 绍兴警方接警之后 马上展开了侦查 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账号密码买卖这条线索进行深挖 发现了一条 从非法获取网站后台数据 利用撞库软件和人工智能技术控制用户账号 再进行网络诈骗的互联网黑色产业链 警方通过技术侦查发现 这条黑色产业链 主要是由数据获取 数据撞库 数据销售 数据犯罪四个环节组成 以黄某为首团伙 通过黑客技术非法 获取网站后台用户数据以后 进行分门别类 再把数据卖给下线 以吴某为代表的制作撞库软件的团伙 吴某等再通过软件对数据进行批量的匹配 就是验证我们所到来的这些账号和密码 匹不匹配 能不能够就是说 代表个人的去登陆去使用 而撞库团伙在对数据进行撞库匹配的同时 经常会遇到需要输入验证码的环节 而之前他们的通常做法是雇用大批的人员进行人工识别输入 而在本案中 犯罪嫌人利用快啊打码平台进行机器快速识别验证码 从而达到迅速批量匹配账号密码的目的 而这个所谓的快啊打码平台 就是犯罪嫌人杨某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图片识别打码工具 利用了人工智能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那个说的机器人差不多的概念 就是说用机器来代替人工进行批量的来识别 那么他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说 把我们认为相对比较安全的安全策略 他给绕开了主要就是这个这个作用 而相对于传统的人工识别打码方式 快啊平台还具有深度学习的功能 在效率和准确率上大大超过了人工方式 在此平台被打掉的前三个月 已经提供了验证码识别服务259亿次 他通过深度学习不断的就错误了改正错误了改正 之后了他的到最后了他的那个准确率 基本上达到99%以上了所以他这个准确率又相当高 状库团伙在利用矿压平台对数据进行匹喷以后 把各类账号与密码匹配成功的账户贩卖给网络诈骗团伙 而以这么为代表的团伙利用获取的账号 实施各类网络诈骗和非法推广等违法活动 在掌握了犯罪团伙的犯罪过程和证据以后 绍兴警方历时四个多月辗转全国13个省份实施抓捕 最终抓获各类涉嫌犯罪团伙43个犯罪嫌人193人 查获各类公民个人信息10亿余条 缴获赞款600余万元及大量的作案工具 国安机关也再次提醒广大群众 遇到社交软件上好友请求代付时一定要打电话确认 对方发的链接千万不要轻易点击 不要轻易的相信一些KKO当中的一些朋友 确认以后才可以付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